主播室 主播室 主播室的整個色系跟感覺 跟外面又不一樣 外面比較黑白的感覺 這邊比較帶一點金 對 咖啡金的感覺 那當然因為我覺得屋主 因為他們整體的感覺 也是比較內斂 他們氣質的感覺 所以我特別在主播室部分呢 把它選用一個咖啡金的顏色 不管是床頭這邊呢 這次的這個濾紙 其實我是做得比較大型的切割 然後也比較厚實 比較舒服 對 讓它躺起來會比較舒服 像這個地方妳會精挑細選 那我想問的是 在這邊櫃片…櫃門上的那個 線板嗎 它不是吧 那個是我請那個 手工雕刻師傅去刻花的 不是木工塞路 是木雕 木雕師傅去雕刻的 OK 那我們常說買房子 要買採光 所以對YOSHIKO來講 它的採光的部分 是不可能把它遮掉的 是 因為當初這個房子 其實在床頭這邊 剛好有一個採光 那時候客戶就很疑惑說 這樣說 對於樓表出來 就是會影響睡眠品質 我就說別擔心 我們在這邊做兩兩相對稱 然後左邊這邊是給它一個鏡子 右手邊鏡子 鏡子裡面的隱藏就是 原來它的窗戶 有沒有 有沒有 採光透過黑鐵雷射隔屏 穿透進入書畫空間 線連創造出若也若現的氛圍 主臥位於的門片設計上 沾設計師也是煞費苦心 其實在古典的設計裡頭 門片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這次呢 尤其是在我的主臥室 要進入到主臥室浴室的門上面 那客戶是很擔心說 一般就不是做透明的啊 或什麼等等的 那它還需要說保留一些私密性 跟這個乾濕分離的感覺 那特別我這次用的噴砂玻璃 上面去做雷射切割 那那個花紋呢 也特別呼應我裡頭的一些 黑鐵圖騰的花紋 是整個穿插的 那一樣的花紋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利用不同的建材 不同的手法 那不同的顏色 來詮釋這個門 其實尤其扣的主臥衛浴室空間 真的是很精緻 那種精緻的感覺 就像妳在挑妳身上的戒指啦 項鍊啦 配件一樣 妳在主臥衛室 也還是每個小細節 妳都還是很堅固 對 想要怎麼可能有這種燈啊 對 因為當初其實它的水槽 這邊其實它就比較長 所以我跟客戶說 上面的那個燈就很重要了 這個部分就是比較琥珀色的那個 水晶 水晶 我跟透明的水晶去做搭配 接著我們看到妳在地磚的選擇上 那個選擇就可以看得出來 妳對建材的那個獨到見解 對 因為其實地磚就是 妳可以把它當成很無趣 就這樣一路貼到底 對 可是妳也可以把它當成是畫 或幾個圖形來做拼貼 把妳心目中想要的東西 利用這個拼貼當中 去把圖構思出來 在地磚的部分 也挑了兩種材質 對 小爾區的就是一罐咖啡精 感覺像巧克力 對 外面的區域就是用兩種材質混貼 其實這個感覺就是比較自滑性 為我們要經過到安全性 然後來做它顏色搭配 OK 所以我覺得屋主一定很開心 因為他想要的是一個黑白 然後新古典的空間要沉穩 沒錯 可是他一定很驚訝 你竟然可以給他一個這樣子 帶一點金色氣 帶一點溫暖感覺的主臥室 還是維持他要的那種華麗感 是 要感謝他們 就是全群的放任給我們做 OK 其實交給我常在說 新的設計師圈圈教給他處理 那麼出來的結果 他就是原味百分百 就是你要的感覺 對 這本招逼啦 有別於氣質內斂的主臥室 女孩房呈現溫柔秀氣的氛圍 男孩房則是在地址混搭上玩設計 給予滿分的時尚感 大地方的視覺饗宴 小地方的精雕細琢 一再說明了沾設計師 魔鬼都在細節中的自我要求 也給了屋主一個百分百夢想中的居家空間